大家好 这里是陕西省宝基市林游县的县城 从南面的关中平原进入秋陵地带 在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后 首先会到达县城南部的这片区域 然后顺着城区主干道一路继续向北 跨过这条渡水河后 就来到县城北部这片万蝶青山淡一川的人文宝地 弟子远辞丹凤雀 天书遥界翠微公 隔窗云雾生衣上 卷漫山泉入境中 临下水声轩雨啸 眼尖树色隐房龙 仙家未必能胜此 何事吹声相避空 一千多年前 王维在诗中所描绘的《圣寺仙境》 有着骊宫之冠称谓的 唐代皇家避暑圣帝九成功 就修建在眼前这片中灵玉秀的沃土之上 隋朝开皇十三年 即公元593年 隋文帝阳间选中此地 作为避暑离宫 由隋朝著名建筑大师宇文凯完成设计和建造 名曰仁寿宫 唐贞观五年 即公元631年 唐太宗李世民下诏 将这里改建为九成功 隋文帝阳间 隋阳帝阳广 唐太宗李世民 唐高宗李治 以及武则天 先后共计二十余次来到这里 美岁避暑 春往东还 使得九成功这里 一度成为政治军事和文化外交的另一个中心 隋文帝阳间就是在这里颁布的开皇律 并在这里下诏 开创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 隋文帝阳间的驾崩 和隋阳帝阳广的继位 也都是发生在这里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 尤其钟爱这里 先后共计八次来到这里避暑萧夏 出唐四节 王伯 杨炯 卢兆 罗宾王 四人中 就有三位跟随皇帝来过九成功这里 其中二十多岁的王伯 在这里写下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九成功颂表 在当年九成功遗址的西北角这里 被誉为 人间第一帖 天下无双鸣的九成功李全名碑 仍然静静地处立在他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初始位置 这是大唐王朝遗留在九成功遗址上的一座耀眼封碑 由唐太宗李世民授意 中国历史第一建征之臣魏征撰文 大书法家欧阳寻书丹 大师级工匠捐客 在征官六年 即公元六三二年春季 唐太宗首次率领文武百官来到九成功这里避暑 由于陪嫁人员众多 恰逢天汗不语 致使宫中的饮水出现短缺 一天早朝后 唐太宗和文武百官信部来到九成功西渝 发现山根处有一块土壤异常湿润 于是他用笼杖去疏导 煞时竟有一股清泉喷涌而出 泉水清若净 甘如礼 因此被称作礼泉 宫廷中出现礼泉 被认为是祥瑞之兆 于是唐太宗命魏征撰文 欧阳寻书丹 明碑立石 以记其事 这就是九成功李全明碑的来历 魏征在他所撰写的名文中 如此描绘九成功 灌山抗殿 绝鹤为池 跨水驾营 芬眼耸雀 高阁周见 长廊四起 洞与交阁 台谢参差 杨氏则调地百寻 夏林则真荣千刃 朱必交映 金必相辉 赵卓云霞 必窥日月 魏征的名文 与唐代画家李思逊的 九成功完善图 相互映衬 向后人展示出了九成功的美轮美奂 这是当年九成功前原门遗址的房谷复原 九成功李全明碑就位于这座院落的里面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 每年来此参观的国内外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 络绎不绝 很多人助力在碑亭前久久不愿离去 甚至有些人因为相见恨晚而痛哭流涕 那份执着与庄重 爱慕和崇敬 令在场的人非常感动 我们即将参观的这座九成功李全明碑 被尊称为三绝碑 第一绝 魏征的文词简洁深刻 利益高远 魏征是一代名臣良相 是我国初唐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那种上不负始祖 下不阿权贵 忠不齿亲戚 外不为彭党 不以逢时改节 不以徒位卖中的精神 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臣者的楷模 第二绝 欧阳寻的书法刚进险峻 法度森严 欧阳寻是楷书四大家之首 其笔法于凭证中见险绝 于规矩中见飘逸 骨气尽翘 事无所匹 当时欧阳寻已经76岁 其书法达到炉火纯青 出神入化的境界 根据旧堂书记载 此碑落成后 言学书法者皆视之为范本楷模 唐宋元明清以来 前来踏骗者 络绎不绝 此碑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可惜的是 这位客匠并没有留下姓名 但熟悉书法的人都知道 能够还原书法家作品神韵的客资工匠 绝不会是范范之辈 前面正中是一个巨大的现代景观雕塑 造型为一只树立的毛笔 高27米 相当于九层楼的高度 这是为了纪念欧阳寻 对中国楷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而特别设计建造的 主题名曰金笔石栏 九成功李全名碑 就位于前面这座特别圈锋起来的院落里 这尊国宝级的石碑 属于原职保护 1300多年来 它一直就处立在这里的位置 这是为保护这座石碑 而专门修建的碑亭 九成功李全名碑 就处立在碑亭的中央 碑体四周 加装有玻璃保护罩 现在使用超广角镜头 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全景环顾 这尊石碑高于七尺 宽约两尺七 吃手归夫 其碑手和碑身为一个整体 使用的是采自复平县北山的墨浴石材 下面的碑溪碑座 则使用的是当地的沙岩石 据记载 当年这尊石碑落成后 唐太宗李世民 特命宫中擅踏高手 垂踏了许多份踏片 作为珍品分赐给诸位后宫 及王宫大臣 这是当地的社区党员志愿者 在义务服务 组织离退休老人们 前来参观游览 先来看碑身的两侧这里 这一侧是宋代元丰年间的游览提记 这一侧是宋代邵盛年间和明代正德 以及嘉靖年间的游览提记 现在来看它的正面 碑身的上端 有一条前后贯通的断裂遗痕 其形成的年代及原因未知 碑手这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 雕刻细致 纹林清晰 由魏征所撰写的碑文 分为续文和明文两部分 共计1100余字 记述了李世民 障导李全的经过 描绘了九成功的建筑之雄伟 和园林之秀美 歌颂了唐太宗的文质武功 并以历史教训和发龙正溃的 忠言哲理告诫世人 皇屋非贵 天下为忧 要居高思坠 持满戒营 才能永保真洁 九成功李全明碑 历经风雨波石 和频繁的人为锤踏磨损 至元明时期 碑身上的文字 已经细受诗神 慢乐不清 有些无良商人 为了抬高踏本身架 在锤踏后 会故意凿掉几个字 而后来者 又试图重新弯刻修补 使得碑文面目全非 原始风貌无存 如今 只能通过 传世留存下来的古人踏片 才能领略到原碑的初始神韵 来看碑身的这里 注意看这个光字 这个光字四周的边框 是在宋朝第二位皇帝 宋太宗在位时期 加刻的 因为这位宋太宗的名字为 赵光义 为表碧会 特加此框 这也成为辨别这尊石碑 历代踏片版本的一个分水岭 宋代以前的踏片 以明朝驸马李奇所收藏的踏本为最早 是目前所知 传世最早 垂踏最精 笋字最少的踏本 如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就是这个踏本 来看这里 这个光字 此时还没有夹刻边框 事实上 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 踏帖的数量不在少数 可惜留存到今天的真本碑帖 已经是凤毛麟角 在2015年的中国加德顶级专厂拍卖会上 常州王友林所收藏的一件宋代踏本 以862.5万元的价格成交 我们再来看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 这个最为珍贵版本 解体上下匀称 用笔翘近稳重 斜撇纳用圆笔 宛容流畅 斜弯钩用转法 取韵伸长 体现出容力与楷的特点 秀意生动 风骨明朗 浑厚沉稳 意态饱满 工整刚进 法度森严 是欧阳寻的旷世经典之作 被后世赞誉为天下第一楷书 天下第一正书 明代书画家陈济如评论道 此帖如深山之人 寿应清寒 而神器充渝 能令王者屈膝 非他客可方驾也 金谷世朝已变 随唐楼殿成空 在陕西三秦大地 灿若繁星的文明遗迹中 九成宫这里的光芒 穿越时空 令人神望 历史的烟云 淹没了昔日的辉煌 庆幸留存下这尊 九成宫里全名碑 跨越岁月长河 凝固经典永恒 默默传递着思想的深度 和文化的力量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